20,市民的負擔不斷增加 副總理朱鎔基在7月5日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提出了要進行宏觀調控,壓縮經濟的過熱發展 宏觀調控成為了今年下半年,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特徵 11月11日,中共的14屆三中全會,一連四日在北京召開 會議是重新要按鄧小平所提的加快改革開放 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方針之下 通過多項經濟改革方案 希望能夠更加徹底地改革現時的經濟結構 使得中國的經濟可以更健康發展 而在12月初,又隨即接連召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 要為明年落實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方案做好準備 顯示中國的經濟改革在明年將會進入決定性的公開